Hello 早上好 这个是我今天的早餐 蛋白麦片里面有一个鸡蛋 然后我在里面也加了一些蓝莓 没完 现在巴黎的路基本上都是空的 人很少 出去买菜的话你还是可以出门的 要去药房店的话也可以出门 但很多人还会出去跑步 这点我真的不懂 那边有一些人在跑步 这里 平时没有这个病情的时候 别人都不跑步 现在叫你乖乖的待在家 你为什么拼命的要出门去跑步呢 怎么回事 I don't know 然后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救护车 早上一起床就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弟弟刚才吓死我了 他叫了一大声 他通过了一个他很想上的美术学校的第一关 所以他特别的开心 开心吗 开心 我昨天晚上在整理我房间 然后找到了一些上学的一些本子啊 旅行日记啊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我的小秘密吧 这本是2011年的2月份 然后这本是2011年的10月份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是学德语的 我第一个语言是英语 然后第二个语言是德语 所以去了德国 还挺可爱的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Bus里面 它都是我拍的照片 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那个城市的History 然后很多的一些博物馆的照片 上次去Kernel的时候有这个Chocolat Museum 就是巧克力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巧克力兔子 然后当时觉得很可爱 这本呢是10月份的 这两页还挺好看的 我这里还画了一个码 然后这个是我们吃的日记 就每天吃了什么 我下面还写了 都很好吃 我小的时候的照片 我跟我的同学班级照片 2010年的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给我写的一些message 都很可爱 我当时在很多的杂志里面 剪了很多我喜欢的照片 我当时已经被我的经纪人发现了 然后就已经开始在想 我想去做模特 有很多我喜欢的模特 比如说 不要借刘文 然后Sigrid Joyne Small Kintarabina Arizona News Carmen Tadaru 就是我很喜欢的模特 当时2013年 我参加模特比赛的时候 就是我们法国的女孩们 都在这里 有一些朋友写了很多的秘密啊什么的 很好笑的 如果现在看的话 我以前很迷画马 这个是我12岁左右画的吧 这也有一只马在上面 哦对 然后这个还做的挺开的 这个也是动物 烏龟 哦 我也挺喜欢画漫画的 这个是一个漫画 这个很丑 当时老师还给我满分 我现在回头看觉得 这个怎么能得满分呢 是老师太喜欢我了吗 这个简直是笑话吧 太丑了这个 反而这个画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不是满分 不懂 先给你们看这些吧 以后可以再录一个video 给你们看着我小手所有的画 拿出来给你们分享 我每年回中国的时候 我都会去上画画课 其实我在温州 在我外公家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 他还留着我每一张画 我想下次如果回温州的话 可以把这些画都拿出来 然后给你们看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画画 特别是画漫画的那些 现在准备弹一会儿钢琴了 学一个新的曲子 就是baby 好 好 早上 今天 didn't do that much today i just breakfast did a 10-minute workout like 20 minutes because i did stretching and you know more stuff and back as well backstretching and then i had lunch i played some piano i just hang out with my parents we talked you know chat and then yeah it's the third week into the quarantine and i'm feeling okay i kind of want to go outside to 我只是想要去旅行 因為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每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昨天我開始了TikTok 和Douying Douying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so I had Douying for a year now but I never really used it so now I'm like trying to get back into it so I did a few videos yesterday and that's why I have makeup on because I want to upload some TikTok and Douying videos so yeah I'm gonna try and do more of these in the next few days it's gonna keep me occupied and yeah basically just been watching movies playing a bit of piano if you have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 you can tell me 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Chueyu厨师又回來了 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个蛋糕 呃 又是蛋糕 但我今天做的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健康的蛋糕 因为我会用低脂酸奶来做这个蛋糕 我要用500克的低脂酸奶 其实有点像cheesecake 但是没有像cheesecake那么肥 然后那么的不健康 可能会比较像日本的那种cheesecake 就比较蓬松的 蓬松的头发 我用蛋糕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我已经准备开始 三个蛋 鸡蛋白和鸡蛋黄分开 就是现在我要把这个蛋白打成像慕斯一样 像云 现在把那三个蛋黄放到这儿 然后酸奶差不多要500克 100克糖 50克玉米粉 然后再用50克的正常的面粉 然后我现在要用这个是一种调料 你喜欢什么味道就可以放什么味道 好 现在可以慢慢的把鸡蛋白加进去 我们把全部的东西都已经搅拌好了 尽量尝一下 6 嗯 为了蛋糕不要黏在这个盘子上 涂一点黄油在上面 30分钟180度 现在8点了 然后我们要在阳台上补掌 耶 法国加油 法国医生 祝大家加油 耶 还有 这支盘 我们在阳台下 我本身少许 我们要治愈 你们不要义 我们要治愈